立正 走來 請坐 大家好 大家過早 這是才去第二堂課 剛才有唱歌 我剛才後面很想要道天唱 剛才那是政治人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原住民的歌 所以 這回去 我想剛才網路上頭 我想應該找得到 回去要聽 趕快去找 為什麼要說這個網路 因為我們現在要說電腦 我們這個口叫做電腦五四三 我洗走 小弟洗走 炒濟屏 我在歷秀好平 可能台北人比較知道 小弟洗走 電腦五四三 我說電腦 我們今天 我先看一看 我們今天主要要來講什麼東西 我們平常我們家的 我們有在用電腦 來 有在用電腦的槍牙手 好 沒辦法 看起來差不多有 四聲 四聲 從來沒有用過電腦的 請舉手 沒幾個 好 這樣很讚 沒關係 電腦你現在我們今天開始 你把它當做電腦 是一個家電 家庭的電器 現在很多人我們電腦都放在客廳 接著我們這裡大隻的電視 40吋的液晶電視 現在接下去之後 我們去的電腦就像加電了 電腦不是硬梆梆的 像這一片文章 或是以前我們刻板印象說 這個公司在用的 這個學生在做功課的 不是喔 現在電腦已經走來我們客廳了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家庭 一個多媒體的東西 有使用電腦的人 你感覺到網路上去看電腦 有去一些影音的網站 像那些YouTube去找一些影片來看 現在這麼多人唱卡拉OK 都沒有在用住的 沒有在用CD 都直接上網去找 什麼歌也有 這是不錯的現象 有這麼多煮碗湯給我們用 相信這些 會越來越多 尤其像我們對面 對面那間牌廚店 中國 他們這個差不多都 跟我們無班款的世界 來到那裡 什麼東西都看到 我們是比較不建議 走去那裡去看東西 因為去那裡看東西有這麼多風險 怎麼說呢 他們那裡的網站這麼多裡面 都有放密碼在的 什麼叫密碼 就是說你看他的東西 在進去的網站的時候 有可能 有可能會去安裝一些那個 我們叫做間諜程式 你做什麼事情 他都知道 甚至會把你淘汰你的帳號 這是很普遍的事情 這麼多人有受害過 所以說 我們如果沒有說 很鼓勵去看那些東西 但是有時候 我們如果說 國富旅三中 要去找一些東西 派文 都他們收集的 那時候就要特別 小禮 特別小禮 我們自己的 防護的措施 要做好 比如說防毒 防害 要軟體 要爭 如果看不太小 他不要進去 這樣不要進去就好了 不要去看那些東西就好了 這是 目前 網路世界裡面 這些一些 影韻的東西 有這個現象 當然 這個 大網路上頭的主員 很多 不是只有中共有提供 我們也有提供 還有 其他 世界先進的國家 包括像日本 美國 歐洲這些國家 他們都也有很多 不錯的東西 可以用 我們在用這些 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遇到幾個現象 譬如說 這東西 會不錯 我要問我的朋友看 可以嗎 基本上 你如果沒有傷害的行為 都是可以的 不要去賣錢 不要去創作 但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 出現 因為那些東西 都是 人的創作 人做出來的東西 到底這東西 是可以用還是不能用 這有很重要的 這一個觀念我們要有 因為這 近前 我們一些出版的 出版物 還是像 那個 影音 手片 CD DVD 這些片 一般 他上頭都有寫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C 給他一個 那叫Copyright 那叫做 版權所有 都有寫一個 叫做 All right Reserve 就是說 所有 版權所有 也意思說 保留 所有的 那個權利 對這個 創作品 保有 所有的權利 但是這個來說 現在 有很多人 也有意見 怎麼說呢 譬如說 我如果做一個 押品出來 我也相信 這個押品 我是 我們這個團體的一些 活動 要宣揚一些事情 包括像 蝶E 蝶E可能 大家都 有印象 還是 我們這個團體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網站 一個 管理者 他也有這麼多 做一些 這些 押品 還是說 做一些 要介紹 我們這個 民政府的 一些事情 像這些東西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是希望大家看 不是說 放在那裡 這樣 不可以做轉貼 希望 轉貼 越多越好 這好像 宗教方面的東西 好像 佛經 佛經上面也 寫歡迎住院 對不對 沒頒款 這個東西 有人寫 我們需要 大量 可以傳播 我們上面就要寫 沒有版權 歡迎 轉載 這有一個亂象 有的人不知道說 到底可以轉載 不可以轉載 所以說 在美國 有一個 法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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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rence Lawrence 他就在 理工一年的時候 他就 去結合一些 法改的人 大家來研究 看這個 網路上頭的一些 創作品 看要怎麼規範 大家用 共同的 一個 做法 對 我們的 這個 頂頭的文章 或是 他們的商品 可以做一個規範 怎麼規範呢 譬如說 我們 有時候去網站 看有一個很漂亮的照片 101大樓 很漂亮 想說 這張要拿下來用 你如果拿下來 自己都要用 沒關係 你如果是一個企業 像 我現在 某人公司 有一個 餐品 要做一個卡拉圖 上面 這很漂亮 拿下來用 我要說 一星期 馬上有人來 找你 親全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用 你要說好 這張 什麼 你要 拿 他的 輸用的管理 意思是 要包一個 紅包給人 或 做用 像這個 要規範的時候 有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 要找什麼 人 他到底 最想 要用 很難 所以 他就這樣 規範出來 規範出來 做什麼 宣告 我們大家再看清楚 他 像這個Lawrence 他就問這個 問這個所有東西 他跟分作 有細的 使用的 情況 這可能 我要縮小一點 有細文字 文字 縮小 文字 文字 縮小 來 我們現在大家看 他有規範出來 就是說 有細款 一個 叫做 BY 就是 什麼人做的 什麼人做的 譬如說 我們有一個照片 跟網路上 你也可以用他們規範的方式 一般我們會寫 名字 說 本照片是 由某某人拍攝 也可以寫 請勿 商業使用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拿作商業使用 再來就是說 請勿修改本照片 另外就是說 你可以規範很多東西 但是你寫這些 有時候 沒有通用 你寫的東西 聽人不一定的了解 還有人是外國人看的 他不一定看的 會好看我們的中文 或是說 外國人他寫英文寫立文 我們不一定知道 他有什麼規範 所以說他就用這個刀 用這個細的刀 來規範 第一例就是說 有一個人 爬前他口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 放在我的刀的腳 他 你可以轉載 但是轉載的時候 你要寫什麼人的 這是台灣的 什麼人的 這要寫 尊重 第二就是 NC No Commission 就是說 不能做商業用途 你可以自己看 你覺得不錯 放在你自己的部落格 放在你自己的網頁 或是 放在其他的所在 但是 你不能做商業用途 怎麼寫呢 他就有一個Dollar Sign 就是錢的意思 S 有一個順 那錢的意思 還有一個禁止進入 意思是說 不能商業使用 第三個就是 ND No Service 這就叫做 你可以使用它 但是 你不能去那裡蓋 譬如說 那裡頭很漂亮的 他中 譬如說我HIP101 旁邊有 那個 順文紀念館 他就說 我只買這張 這個部分而已 我不能把它切掉 買你就整個一樣用 不然就賣一樣用 有一個 特別的規範 就是ND 他的符號就是 等於 意思是說 你都不能去那裡 你 擺櫃的東西 就是 本來的東西 就對了 要把它規範 另外一個叫做SA SA 就是說 你要要變更 你要要變更 可以 但是 你的使用方法 要跟 完術一樣 意思是說 那個SA 意思是 SAME 同樣的意思 要做這個 市的規範 用這個度來表示 就是 這樣看 你如果不可以 日本不可以英文 他們那邊的東西 你也可以很清楚 知道他的意思 這張 度 這個文章 這個 養品 他要 給你使用 但是 他有要求 你要遵守什麼 用度來標示 這個有四個度 在 但是 一張度 他可以做幾個規範 所以說 他們有 歸納出六款出來 所以 意思說 一張度 我可以做 做幾種的版權宣告 這個 才有六款 第一款就是說 你只要標示姓名 就可以了 這樣 你用這個度 所以說 這個 你如果當你文章 或是當你的相片 或是當兄弟 你把它放這個度 意思是說 這屬於利用 你把他寫名就好了 你做最重要的就沒關係 非商業性 你不能做最重要的意外 你都可以 表明都可以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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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 像 我們這個是規範一個 規範兩個時候 他就問這兩個度 把它放進去 規範三個 就放三個 所以這樣 一目了然 這個CC的意思 叫做什麼 Creative comments 不是comments 就是 叫做 創作 創作使用規範 我們這裡也是一樣 有這個組織 因為這是一個 世界的組織 還是 美國 我們剛才說這個 Lawrence 他發起的 我們台灣也有生立一個 叫做台灣的CC 他的名字叫做 創用CC 創用CC 這個東西 漸漸在一些網站 還有一些 有這些 文章 養品 商品 這些地方 都漸漸 大家都有在放 我們 民進府的網站 目前也很多這些東西 很多 商品 還是說養品 但是 我們現在還沒有放這麼多 我是希望說 不管各位 因為我們的網站裡面 有很多可以自己發表的東西 當然有經過一個 叫做 審核的動作 我相信 我們的網站 如果是說 買得更好 更好 更好 我們是一個 很文明的 一個 台灣國 我們從這裡開始 後面我們如果 到網站上面 我們如果有自己的東西 要把它搭去 哪怕是我們自己 像今天我們 剛才在上課 要去 上課 還是說我們有六項 這個項目要放 我們一樣 用這個把它放 我們加入這個 國際社會上面 對這些 智慧財產 還是說你的創作的東西 我們要做一個 規範 這樣 最新的 我們會覺得 我們追蹤到那裡 我們是一個 很文明的 一個台灣 這是 我們大家的 願望 到國際接過 這才真的接過 再來 我們常常有 在 網站上面 看一些東西 看東西的時候 現在 尤其是 像一些影音網站 我們看到 這麼多的東西 都是像 電視轉錄的東西 還是說我們 一些 影音網站 片段 把它加起來 然後做 另外 你 把它搭出去 把它宣佈 像這些東西 來說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能自己要很注意 進行 比較沒有這些問題 但是 現在這些 單款 還有這些 資料的財產 大家會比較重視 尤其 我們的團體 也比較特殊 有時候 你如果 不小心 去用到 澎湃的 泛爛的 他們的東西的時候 找麻煩 沒辦法脫身 近前 我們 本土牌 也很多 這些 所謂的公民記者 有搭一些東西 當然搭的 都一定自己的 但是 有時候 會住裡面 有加一些東西 這也很重要 尤其 近前 我有說過 我們用商品 去做很多東西 來 來 宣揚 我們的理念 或是說 剝奪 我們的一些活動 像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會去 用到 營養一些東西 一些素材 這些素材 要如何取得呢 其實 我們可以來這個 網站 這個叫做CC Creative comment 這個網站上 有一個叫做CC的搜尋 它裡面都有些素材 所以說 後面我們 加什麼東西 我們有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做這個宣告 它都會把我們納入它的搜尋引擎 我們的東西 能建築的 比較高 像這個情形 對我們來說 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就是說 人們要用我們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要沒有 我們可以在那裡 封用至台灣民政府 引用至台灣民政府 好像無形中 我們的能人監督會比較高 這是 有很多好處的 而且還可以 房子一些 商業 拿來用 沒有我們 不知道 甚至 有時候 我們商業 用到的時候 我們還有 但我們要收入 這也是 很好的事情 所以說後面 我們如果是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如果看到這裡符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意思了 我們要把它修用 我們也可以根據它的規範 下去修用 比較不會引起一些麻煩 好 我們之前也有幾十遍 我有來這裡說一些有關電腦 上面一些安全的東西 因為我們今天說一些這些音頻 一些這些出版物 出版不一定說是商業出版 你個人跟大的網頁上面 那也算另外一款出版的模式 就是要給大家看 我們之前有說一些 我們要放我們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打網路上面 問我們的東西和秀出來 現在的管道是很多 我們之前有說這個YouTube YouTube這個網站 那是影音的專用網站 這間已經去到Google買去了 所以說更加 它的財力更加雄厚 雖然說 我們派出品不要給你看 你要去看YouTube的東西 他不要給你看 他把它封鎖 但是喔 在這個其他的世界 包括外國國家也可以看 像這個情 有時候我們平坡 找我們的東西 可以傳達到 我們要收起的地方 像這個情形要怎麼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我們有很多管道 不一定要經過一些 紅色的網站 譬如說我們民進府也一樣 民進府的網站 我不會去中國企劃 我相信如果去中國 要看我們的網站 應該是看不到 但是這個情形 也是有改革的辦法 這個就是你發佈的網站 這個網站 不是叫他們封鎖 叫一些特別目的這些地区 或國家 它封鎖 我們可以選擇 其他的平台 下去 發佈 另外也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一些 轉子的方式 那不是我們這邊的事情 輸用這些 有時候 我們的東西 頂頭也可以 加租一些這些東西 譬如說 現在像法輪功 法輪功 中國也叫封鎖 都完全沒看到 法輪功 本身 本身 有一些 他們裡面 有一些 資訊方便的人 也發展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說 我們經常聽到的 無界 沒有界線 無界 還有自由門 像這兩個 網站 我們應該稱作網站 其實它是一個 轉子的東西 轉子的東西 意思是說 你如果住在中國 你要看一些 你要看的東西 像鋒售 要怎樣 你可以走來這個網站 下載一個軟體 下面的 基本另外一個 像那個自由門 你可以下載一個軟體 把它安裝下去 安裝是要走 你要上網 要去那邊 通行無阻 差不多包圓去到高中 都通 可能有一些地方 沒有辦法通 不可以通就是說 方法的問題 但是 那也沒有辦法開關 像這些訊息 我們也是要讓這麼多人知道 譬如說像我們的網站應該在一些這些民族國家 我相信這麼多地方都沒問題都看得到 但是有時候比較敏感的 或是一些會用列管的東西 不一定說看得到 像這個情形 我們就可以用自由門 或是用無界 軟體 來達到我們可以進入 可以去看的公園 有時候我會覺得像我們的東西 不知道是生物問題 我們在看的時候 有時候就說是不是平寬的問題 或是說受干擾就對了 其實要干擾一個網站的運作 有這麼多方法 也不會說很困難 有時候我們的對手 或是對我們敵意的這些團體 有可能也會去干擾 要干擾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剛才說的各種方法 可以我們這個干擾把它降低 要完全干擾有困難 怎麼說呢 譬如說我們這個網站 我譬如說我們這個網站 就是我們這間房子 我們這個粉連中心 現在要來我們這間房子的時候 我們高速公路要進來我們這間房子 這條路很會 要把它干擾 有一個辦法 像以前我們一些文獎 要對付國民黨 要把它癱瘓的時候 就我們高速公路下來 整條路 開他們這裡 叫一千台來 就要把它癱瘓起來 大家人家都塞不進來 竟然這裡都把房子上去拜堆 這也是一種癱瘓的方式 網路也一樣 他不是真的要來看我們的東西 但是他可以用很多的辦法 讓 真的要來我們這裡 要看東西的人 會受到疚愛 速度會變得很慢 怎麼等也等不進來 單拜堆也不會進來 甚至到網頁幫你回覆 說 這個 網站 也無法 連線 網站不存在 其實這不一定 有時候就因為這 被干擾 被佔大量頻寬 真的要進來的人 沒辦法進來 像這樣的情形 我相信 我們很多朋友 也可能會去尋到 像尋到這個時候 我們 使用這個 瀏覽器 你看的時候 如果有尋到這個情形 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繞個 繞個路 同樣也可以進去 譬如說 他現在進來的時候 他會針對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 網頁頁面 那些 程式 下去執行 應該是說網頁 網頁的 文件 那不是 程式 我們 譬如說 他如果 摸一個 網頁頂頭 來做 大量的 一些資料 的 存取 對 騎乘進去 你自己看東西 有可能 造成那個部分 速度 就會慢慢下來 甚至 沒辦法進去 但是 我們不一定說 要 來這個 搜尋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 直接 跳去 我們要看的地方 這要怎麼做呢 平常 我們在看網頁的時候 我們就 要做一些動作 譬如說 我現在 禮拜 我們的首頁 裡面摸一個文章 我 自己 自己的 我的最愛 現在 自己的地方 是 特定的頁面 將來 我們要看的時候 我們直接 直接點到那個頁面 不需要 我們大門進來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有時候 如果說 在網路上 會造成這個 平寬的問題 是 有時候特定網頁 你如果它繞過去 它是不會去 經過 你 進去最主要的 那個點 這樣來說 我們的網頁會比較順暢 有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 甚至 那 像 這麼多 搜尋引擎 它們都有一些 叫做 特定 你如果說 特定的網頁 有去看的時候 它們都做一個 叫做 敗取的動作 那些東西 不是放在 我們的網頁 譬如我們在看的時候 它就直接 我們的搜尋引擎 那個ISP 那個網路 服務公司 裡面的搜尋引擎 我們 它裡面 存檔的資料 放出來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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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說 我們也可以 去避免 一些這些 因為 干擾 還是說 我們的網站 一些問題 我們一樣也可以去看到 這是 我們在 用這個 瀏覽器的時候 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去注意這些 再來 有的人說 我現在 一般我在看網頁 都是用 IE 用那個 微軟 微軟 有一個叫做 Internet Explorer 微軟的 網頁瀏覽器 一般都是用這個 我們 其實有時候 也可以用 其他的瀏覽器 譬如說 有一個叫做 Firefox 火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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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人有在用 要用過這個 瀏覽器的 瀏覽器 瀏覽器 有嗎 也有幾個 為什麼會用這個呢 有人說 這個東西還要安裝 要怎麼安裝 不知道 但是現在 越來越多人 會讓我去 找這些東西 來用 他這個 跟微軟 這個瀏覽器 有什麼不一樣的 最大 不一樣 就是說 他這個 這隻 比較多人 比較多人 比較精巧 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怎麼說呢 譬如說我現在 我現在要去逛 買東西 我不一定要 塞 那些 1.75 的 廢車出去 我可以塞 一下 麻糬出去 睡覺的 轎車也可以 比較靈活 也比較 不會 摘到很多 廚圈 我們知道 電腦廚圈 有時候 你如果 在 瀏覽網頁的時候 你用 它 會開機 不是開機 開機網頁會比較慢 如果用其他的 瀏覽器會比較近 這道理跟什麼一樣的 跟這個 我們現在是用 WALL 在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有 度的問題 所以說 要用WALL WALL 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階級 這個層次很大 它裡面的功能很多 都有 都在上面 但是 有時候我們如果 純文字 很小 我們就不一定 用WALL 我們可以 記事本 用小作家 它 隨便隨便 碰到 不要用調菜 這個WALL開開 要再看一看 走 再走 所以說 它兩個差異很大 這就像一隻 TRACK 那個 NORBELL 像一隻 積極的 車 我剛才說 網頁也一樣 開啟網頁的程式 IE 是一個 很大的程式 再來 像FIREFOX 比較隨 一層次大小 來比 它就繼續隨 如果比較隨 因為你隨的東西 要開起來 更快 翻應更快 再來就是 一些功能 譬如說 它沒有 它的功能很多 但是 有些功能 它沒有 它的東西 也沒有開放 Serve Party 就是說 有些 協力的 程式設立者 去追加一些東西 但是FIREFOX 有 佛福利 有 它裡面有一個 很重要 很好用的功能 叫做 檔案下載的功能 所以我相信 很多人在用 佛福利 就是衝著這一點來的 是不是這樣 有時候 我們到那個 影音網站 你看到一些影音網站 想說要下載 你去IE裡面 微軟的IE裡面 搜尋下載的地方 你要下載很麻煩 如果在FIREFOX裡面 佛福利裡面 都有這個按鈕 你把它安裝 要安裝一個檔案 叫做下載助理 Download Helper 有這個插件 你按鈕 你去看東西的時候 你看什麼東西 它就住在背後 它就住在待命 準備要自己下載 只要你去點選 我下載 它就自動問 你剛才看的東西 就下載下去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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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裡面 有的人想說 看就好 為什麼下載 但是 這麼多地方 我們需要下載 譬如說沒有網路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要下載下去 才有辦法看 還是說 你覺得這個不錯 裡面 來我們的網站 裡面有一些 我們胸口 或我們外動的東西 這些東西 如果剛才IE也有辦法下載 如果來到用其他的 像譬如我剛才說的FIREFOX 這個就有辦法下載 下載它要怎樣呢 我們可以收作DVD 要給我們的朋友看 當然 這麼多東西 如果想說 要推薦給我們的朋友 我們就主要下載 因為朋友那邊 不一定說 可以很清楚的去找到這個影片 還是說 這個東西 這些相關的 一些多媒體的東西 這就是 我們有時候 我們不一定說 一定要用 這個 Windows 搜封的這個 IE 其他的 瀏覽器也很好用 剛才說的這個 FIREFOX 是不錯的一個東西 也不只這個 譬如說 還有像 Chrome 就是 Google Google它自己也有發展一個 這個瀏覽器 還有像 某一個叫做 Safari 還有一個叫做 OPRA 這都 凡小精幹 這瀏覽器都很少 它的功能都不會輸 某些功能 但是說 它所有的功能 如果要把它評估起來 可能沒有 那麼好 但是它某些地方 絕對是比它更好 因為 這些東西 它要 比 藝衣 讓人家更喜歡使用 它就有 它的特質 這個特質 每一鏡都不一樣 有時候 我們現在看的螢幕 像這個是 4比3 跨度4 這個3 這個 這個比例是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家的 這個 Monitor 都沒有這種 新的都是16比9 這16 這9 變長長 不是 這個 好像比較四四角角 變長長 那長長的 這個畫面 齁 你如果是用愛衣 有時候都用愛衣 你用的時候 他把你 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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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下拉式選單 我現在把它打開 看看 麻煩你把 Esc 把它按一下 挑出來 因為這裡沒有鍵盤 只要滑鼠 不會看 看看 好 哦 好,你映的那儿跳水 再调出这个画面 你离一类 ALTF4的调材 要在桌面 我继续讲 一般我们像用这个4比3的画面 这个荧幕 你看网页的时候 因为这个高度有 所以说不管你上头有一个下拉式选单 有一个网址列 还有其他一些工具列 都把它加下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 网页画面 还有很大 还有很大 所以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更新的 这些萤幕 都是16比9 16比9的时候 萤幕就变 帝帝啊 看一看 帝帝啊 帝帝啊 占用很多盯桃价的 下拉式选单啊 網址列 工具列 搜寻列 有没有的 加加的 所以 你要看到的画面 可能存在三分之力 存在三分之力的时候 就很麻烦 有时候要看东西 要把它加来加去 像这个情形 当然 阿姨也可以设定 你可以用那些东西 都把它拌掉 都可以拌掉 让画面更大 但是 阿姨他这么多东西 他已经是 设定在上面 你如果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找不到 找不到那些功能 一些更新的这个浏览器 像我刚才说的 像这个 尤其是Google Chrome 这个 这个 这个浏览器 它用这个 上面可以控制的 那些按钮 它把它缩减 它有的都有 当然你要把它把它 做得很复杂也可以 它做得很简单 你看到的范围 变最大化 上面的功能 都把它简化 用图形也好 还是要用文字也可以 你自己做这个 按钮 控制 上面的功能 加強 你可以用比較多的所謂的客製化 客製化的意思是 照你的需要去安排那些東西 這樣來說 這個瀏覽器 我們使用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尤其現在很多人用平板電腦 要用手機在上網的時候 比如說手機上面的這個可看的面積不大 所以它這個瀏覽器不可能跟電腦一樣 跟電腦一樣不知道要看什麼 畫面就只有那些控制列而已 要看的內容都在那裡還有那裡很麻煩 所以說也有一些比較新的這些瀏覽器 所以說像Android裡面 它就有附一些這些 我們叫做一個畫方式的瀏覽 這個來說 比較適合這個小螢幕 手機 還是說這個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iPad 像這款電腦來說 它的瀏覽器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看網頁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 可以很多選擇 不一定說一定用這個 Microsoft的IE 這個瀏覽器 因為這樣 這個Microsoft 現在自己有注意這些東西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Windows 8 現在是用Windows 7 它已經 一些測試用的版本 在9月14日的時候 它在美國 它就跟 Alan 跟 公布出來 我們可以去下載 去微軟網站下載 這個瀏覽器 不是瀏覽器 這個組織系統 叫做Windows 8 Windows 8 有人說我Windows 7 他就要用Windows 8出來 開始 他也是要賺錢 他也要改進 因為這部會的 Windows 8跟Windows 7 那有很大很大的 不同的地方 這個現在已經先出來 讓我們試試看 讓我們試用 正式是明年 明年的十月以前的 正式去大市場 銷售 Windows 8 我在這裡 我想要提一下 Windows 8 它就已經警覺到 一些這些 我們的個人電腦 還是說我們的手機 還是說我們的平板電腦 現在這麼多人在用 你在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這個畫面 我們叫人機介面 目前來說 不一樣 現在Windows 微軟的東西 跟其他的公司 都走完全不一樣的路 我像那個 蘋果 蘋果的iPad 完全不甩他就對了 他走他的 他也有他的市場 不過 最後 微軟 他的東西 市場的萎縮 所以說他在Windows 8 Windows 8的時候 他做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就是說 後邊 你如果去看到Windows 8就知道 他這個東西 這個做的事 你要安裝的時候 你不管你什麼平台 你是用桌上型電腦 用筆記型電腦 用平板電腦 用手機 都是一樣的程式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你安裝好使用 你在電腦上頭用 到手機上頭用 還是說平板電腦 你用的畫面看起來都一樣 當然可以做切換 可以切回來 這個傳統的架構 要這樣做 就是說 讓我們要適用 它的 祝福通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 什麼樣的電腦 你不需要 重新學習 重新學習 比如說我現在用這個 用得很好 要用手機來做 上網 還是做一些 我們在電腦上頭做的動作 畫面完全不一樣 操作也完全不一樣 你還要重新學 還要重新學習 要怎麼使用 但是剛才Window 8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它都把它整合起來 所以說微軟也是 走在時代的尖端 它也 不會讓自己的這些東西 被人家追過去 不然之前 像Google Google也在賓購 你賓購一些 一些網站 包括像我剛才說的YouTube 也是 微軟也不示弱 微軟一樣 它也去賓購 像Skype 像這些東西 將來 你看 微軟是 一個 算很大的企業 在這個資訊界 它是 人家會認聽拖拉斯 但是這個時代 也已經過了 因為這個資訊 百發齊放 好的東西 大家都會把它使用 所以說它也要進步 它也沒辦法壟斷 我們今天 我就說這裡 後面有機會 我們來說一些更新的東西 謝謝